今天来介绍一下如何在Windows电脑上 去安装DTS 这是免费Bipel安装的啊 然后DTS的话 首先它中文名字是叫做 数字影音系统 什么玩意 主要就是你那个音乐吧 你无损音乐的话 在它看来都是叫做 无损音乐 它呢就是完全无损 就是什么歌手在那个录音室里头做完 然后完全没有压缩 就马上就停 就是DTS 所以说 安装方法的话 我们现在正片开始开始安装 我是李卓阳 你就打开这个压缩包吧 这个压缩包的话 我下载地址会放到 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头 你自己去点击链接就很想的 打开这压缩包 然后呢 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可以看这个使用方法 其实跟视频讲的是一样的 打开来 我们首先先安装驱动 然后就下一步 然后这里选什么呢 这里 要选的是这一项 后期放大一下看一下 不懂的话就自己看使用方法 然后就下一步 那开始安装 然后刚刚录屏软件奔了一下 然后您的安装驱动 那个不是选好了 就等它进度条走完 然后就可以 就安装驱动前解决了 然后这下不是解决好了 再又安装DTS音效果点一下 它就自动线目的跑一下 那就 就请按那一键继续 这个就是线目的这个完成 我们先给它关闭 那这下也不是解决了 这下我们要点击激活音频设备 或者就是你可以去开始菜单里头 那你就按着FXXXX 这点开也行 然后这下的话 你首先先在这个地方 打开来 找到这个ACTIVE 找到这个就行 你选择是扬声器就是激活扬声器 选择耳机就是激活耳机 这个不影响 然后这边 我们就点这个TOL 这边的这个什么PROXXXX 点它 点它 然后在这边 我们选的是什么呢 我们选的是 这个DTS APO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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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开启完系统直接去到开始菜单 然后就这个玩意 我先把它拖到旁边 然后你就点击它 因为你激活过了嘛 点击它就行 然后这边就出来了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耳机了 然后出现这个页面 它就是叫做开启了 如果你按个这个的话 那这样就是算关闭了 开启一下 然后 因为这是耳机的 有点不太好用啊 等我换成那个 那直接把耳机拔掉 其实它就会变了 就变了因为我现在没有接那个 外接音箱了 是用电脑扬声器的 然后一般正常就是这个页面 那我一般就喜欢 低音增强给它打开 然后音量平衡给它打开 然后三维给它打开 一般就按着就够了 然后有出现这些选项的就是启动 如果你按在这边 如果是这些字的话就是关闭的 我们再启动一下 这就启动了 然后去找个音乐给你们听一下效果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人群里藏着一扇门 人群里藏着一扇门 我迷茸的眼睛里藏着 初见你蓝色清晨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这幽默的无力 这幽默 命运中的智能 上浪我 往远方出生 灰树叶飘穿在池塘 看飞机红的衣裳 取缘像光阴的上浪 脚步上脚狼 灯一亮 无人的空荡 晚风中散过 几阵从前那 飞翅中旋转 已不见了吗 远光中旋转 你已生气乱 身旁那么多人 可世界不像 不像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多幸运 我有个我们 这悠悠 命运中的晨昏 想让我 往远方出生 灰树叶飘穿在池塘 看飞机红的衣裳 取缘像光阴的上浪 照不上脚狼 灯一亮 无人的空荡 晚风中散过 几阵从前那 飞翅中旋转 已不见了吗 远光中旋转 你已生气乱 身旁那么多人 可世界不生 不像 小声中旋转 已不像 小声中浮过 几盏穷不养 留在梦天灭 永远不擅长 门光中将来 好多话要讲 世界那么多人 可是他不生 不像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活在我 飞扬的青春 在泪水里 浸湿过的上温 在泪水里 浸湿过的上温 想让我 想啊 想出山